以後我們都希望它功能非常好 但是很抱歉我們功能不多 頭可以推轉可以轉 前後左右都可以移動 就這樣 所以那接下來要怎麼去搭配這些動作 讓它變得很有趣 我想這就是玩家的功力 玩家的功力 那我們之後會慢慢的把這個 新的這些技術 或者說新的創意在引進來 然後分享給大家 無線傳輸我們用Wi-Fi 這個很單純 電池的形式我們剛剛有看到 有沒有這個紫色的奇跡 以前用電池現在不用了 現在一個電容 兩個電容就到電 甚至你要傳運 要接到國外都沒有問題了 這對我們來說也是非常有幫助的一塊 再來它的擴充性 我們它的這個上面總共有18個插槽 我們目前只用到4個 也就是說還有4個插槽 可以非常自由地去應用 那我想這個尤其對開發和教學非常適用 因為這4個 我們可能未來可以當成車子用 車子的輪軸用 或者用這個側鋸、紋外線 這些功能都可以導進來 其實非常容易也可以把它導進來 好 那以上是我們簡單的介紹 接下來我稍微demo一下 我們的那個機器人的動作 第一個它比較大隻 因為小朋友它本來就手比較粗 所以零件也少 剛剛我們看到MiniPlane的螺絲大概有76個 我們只有23顆 只有23顆 那23顆的同時呢 其實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拆解它 那我想 因為拆解了 我放前面 我們等一下來看就知道怎麼拆解 所以以學習來講 可能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可以快速的把它組裝起來 然後開始操作 可以省掉我們很多在過程中 就是 磨合的時間 然後 外殼因為可以 我現在是用白色 但其他外殼可以換顏色 那控制的話 因為我剛剛說它有Wi-Fi 所以我們很簡單的來用一個 Wi-Fi的控制 它控制呢 第一個我們開機以後 你跟手機 你可以去找它的Wi-Fi 你就會發現它有 其實是有一個 Wi-Fi的點可以連結 你把它連上去密碼輸入以後 其實就會跟主機連上 接下來我們就用 瀏覽器 用瀏覽器 那你進入瀏覽器以後 它我們會有 你只要進到它的控制頁面 然後現在都全部做在這個 就是等於是用瀏覽器 就可以去做這些控制 非常方便 好 我做一個簡單的動作 希望它會動 通常展示都是這樣 家裡的時候都會動 練習的時候都會動 可是最後上場就不會動 通常都是這樣 我們先看看 它有轉動 有動 有動 第一個會轉動 第一個會轉動 第二個 往前走 它很可愛 我在上面它非常可愛 很像企鵝 因為它的軸 它的軸其實跟企鵝差不多 倒退 然後再來就是左轉跟右轉 那因為我之前 就是左右轉的時候 我給它一次轉很大的角度 所以它會有時候會轉過頭 所以我現在就一次一點點 一次一點點轉 那 剛剛我這所有的動作 我們都可以用程式去修改它 那我們可以讓它更靈強 或者是更有趣一點 然後左邊 然後呢 因為你會發現 你等一下來看它主題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它的 結構沒有非常的精準 我覺得它的 這些零件 並沒有這麼的 配合得這麼好 所以你在玩的時候 每一台機器人都有它的個性 當然這是把圈連講成優點 不過真的會有客氣 真的 真的很有趣 因為你的角度都會不太一樣 然後它每一個人走起來的樣子 也不太一樣 這個很有意思 那所以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我們還有四個Po是Free 所以我們未來可能可以坐車子 你知道從頭再拉兩條線出來 或者坐成燈啊 或者坐成測具啊 甚至做一些比賽都可以 它是這個彈性 好 那以上是我這邊的介紹 那我們等一下結束以後 有興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設計的一些理念 OK 好 謝謝 OK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它 我之前有沒有看到它 但是它照片看的都比較大隻 不過 開發這一個 這個機器人你看 等於四個環 很快 就可以 就可以上手 那 它是假的 它有對性 因為它一直跟我講說 你那個板子 改了要跟我知道 改了要跟我知道 應該它重新配送 它一直要重新配送 只要改練它要重新配送 因為它控制力在 所以最重的地方來講 應該再講下去 好 那我這邊 現在借我的電腦 不好意思 好 我來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好 這個是 電腦做的 六代 但是它的頭是白色的 好 它那隻白色的 我們那隻是藍色的 然後把它 閉起來 它就可以 披 然後再 這個是 用鋼鐵的 開 開電視 這是姓維的舅舅 姓維的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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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你的IPM的控制器 也是做生控的 也是做生控的 那這個是最新的 這個影片 我們在上面 呃 PBAP的 票 接著這個數字 不知道我們接著這個數字 會不會接著 沒關係 沒關係 噢 聲音 這個 這叫 投影機的數字 等一下再 要看得上 噢 用來 拍子 空下 看得到 我們的感覺 是 近代的 拍照 這是 賴比大師自己 這是第一代,這個是他第二代的選擇 我覺得這是法國人做的 快點來跟我聯誼一下 因為他只做上半身而已 趕快我跟他腳揮動 他現在連腳都裝上去 我以前看影片以為有腳 那個電腦圖裡面的腳揮動 結果他跟我講說沒有他命腳 等一下你就看到他共產 這個 Rigis在幫我們學生事的時候 等一下可以玩一下 就裝上來 然後這個 那個 每個東西 好像每個都還有一個 我忘了聽 Main plan的位置 Main plan的位置 我們在六代開發完之後 六代現在欠缺的就是這個變質器 但是我們很 我們對於 time in plan這一塊 有很大的原因 因為透過time in plan的 這個 使用 的體驗 可以讓一個 一個 想要進入機器人世界裡面的 一個人 小朋友或是中年大叔 透過time in plan的話 可以進入這個機器人世界 那 就可以開發出 他們的興趣 那由這個興趣 他們只要想要再往上的話 他們就可以直接來 賣20種的機器人 好 那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開發的 這個是在這邊 看到的 可以在這邊看到的 就是 利用 利用伺服機 直接去跑 跑這個 一個 腳踏 就可以做車子 以後我們 開發可以搭配 搭配 車子 這個是一個 這個以後我們 優先開發給各位 因為是他跟我們一起合作 對對對 好